222 大公報 八成低收入家庭增無錢應急 2015年7月13日要問A07大公報信 綜合報導 面對生活成本上升 基層家庭百上加根 有機構就低收入在職家庭處境及對政府支援措施進行調查 結果顯示 近60%受訪者表示家庭經濟狀況為緊救開支 當中近80%增事過無錢應急 以處理家人或自己患病 或支付子女學費開支 僅一成多家庭每月收入能應付生活開支並能儲蓄 顯示家庭揭閥處理突發危機的經濟能力 名外社區發展服務於今年3月至5月進行調查 訪問了136位家庭收入少於公屋住戶入適限額的非中緩在職人士 調查顯示 只有13.2%家庭每月收入能應付生活開支並能儲蓄 他們的儲蓄金雅可應付失業月數的中緯數為4個月 結果反映大部分低收入家庭的家庭收入全數用作基本生活開支 難以儲蓄以應付不時之需 缺乏處理突發危機的經濟能力 盼政府提高交通津貼家庭經濟狀況方面 58.8%受訪者為緊救開支 當中78.8%增事過無錢應急 以處理家人或自己患病 或支付子女學費開支 27.9%的家庭狀況是入不夫之 當中42.1%要向親友借錢或以食物接濟 34.2%以借制食物開支處理入不夫之問題 調查機構認為 現時香港經濟富裕 仍有勞動階層要以借錢或截省最基本的食物開支 應付日常生活開支 情況難以接受 58.8%的阿強任職初務員 月入9,200元 離婚後一直租住寄屁 每月租今年雜費已要2,600元 加上血壓高需定期覆診 每月收入僅能應付生活開支 沒有如前儲蓄 他說即使有工作 但收入僅舊開支 感到生活徬徨 尤其明年租約期滿 更可能會加租 他認為 政府應提高交通津貼限額 同時讓單身人士亦可以申請低收入家庭津貼 建議改善低樽審查基準政府即將推出的低收入家庭生活津貼 申請人必須是2人家庭或以上 符合公使要求及入息少於家庭中位數一半以外 方能申請 團體發言人余建勤表示 根據前線社工接觸 不少租住私人單位輪候公屋的基層勞工 因為要負擔昂貴租金及供養家人尋找長工事工作 賺取多些收入應付生活開支 但卻因此入息超額而未付申請資格 這些家庭及市最需要政府支援 如建勤建議 政府應以考慮不同生活開支因素的公屋入息限額 作為申請低樽的入息審查基準 而非家庭入息中位數